今天是我在这里停的第五天了 已经住了四晚了 五晚了 彻底没有水了 要加点水 正好我看见隔壁大姐在做卫生 经过问询以后是可以加水的 感觉方便了 自来水的水管 这有一个开关 那个大姐说从这拿钥匙 这是钥匙 打开它就行了 感觉以后冲在外这个东西得配一把 好 感觉这个水压好像不大 看看有多大 还可以 比我想象中要 还可以 看 这么大的一个水压 当然是人家的自来水了 自来水它是有水表济费的 你不可能拿这水去洗车 它不合适 就是加点银 加点水 用来车里用洗澡用 我来之前是加满的 说明我这个120升的水箱我可以洗五次澡没问题 还有日常的一些用水都可以保证 大家可以参考啊 我是120升的水箱 如果说它的水箱没有水分的话 五天 就能洗五次澡 然后日常用水 这么一个用量 就很多人问到底水箱多大 能用多久啊 那么我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我是一个人的情况啊 要是两个人 那你就考虑加的再减半 可能要 因为洗澡是最费水 因为考虑到是四阵自来水嘛 所以它还可以喝的水喝 因为现在我的水喝的水用完了啊 水加满了 可以将它加这个水袋了 好了啊 很快就加满了 因为是这个四阵自来水嘛 所以我又把水袋拿出来了 加了四袋水 这就差不多有20升水啊 可以够我一段时间使用 就是喝的啊 那水袋很好了 你看它是可以立起来的 很好用 那么这个水袋在微点也有兽啊 大家可以去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 也是房车必需品 虽然大姐说了是自身自来水 那我们还在测一下啊 这个它是 TDS是92啊 也是合乎标准的啊 可以饮用的 至少比我家的水强 我们家的水是一百一百多吧 OK这就放心了啊 那么这个TDS比呢 可以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 这个仪器呢 在我的微店也有销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